篤霖哥 你太有錢會不會有困擾 有啊 網友都說 現在賺的都是遺產 我覺得很擔心 沒關係 就已經夠花了 就不要太累 我也宣佈不接八點檔 跟不接外景的節目 幹嘛講出來 說現在賺的都是遺產 我心肝中了 很困擾 對啊 沒關係 Amanda老師就跟你說 未來一更月 哪方面的困擾 能夠迎刃而解 好 我們就請篤霖哥 雅蘭姐 現場的來賓 還有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們 憑第一直覺 從一號到五號 任選一個數字 看看未來一個月號 有哪方面的困擾 能夠迎刃而解 來 尤律師 一二三四五 五 我選五號 我選三號 三號 四號 我選二號 三 那我選五 因為五 無困擾 你幾號 我五 五號 五困擾 五 五加一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五號好不好 努林哥 然後雅蘭姐 還有游律師對不對 選到五號的朋友們 我們說呢 人緣美好 心情喜悅 不管你要求感情的桃花 事業上的人緣桃花 未來一個月 絕對沒有問題 可以這種 好好的享受 這種美好的感覺 非常的恭喜 謝謝 謝謝 接著我們看 盛梅姐選到的這個四號 選到四號 非常棒喔 身體健康 魔力十足 你知道 難怪不能 對 就是真的 就是說 其實你看做任何事情 談感情 談事業 求財 其實都要有健康的身體 為一個基底 所以 如果你現在有任何 對於這種身體上 健康上的一個 微樣的狀態 或者是你希望 我身材更美好的話 其實未來一個月 都可以欣賞事成的 要恭喜 有90分 不錯 好 接著看這個 玉佩老師 這個是三號牌 我們說抽到三號的朋友呢 家庭事業 兼顧得宜 也非常棒 有80分 耶 好 現代人 其實常常真的覺得 為什麼一天只有24小時 對不對 我又想要拼事業 我需要又要跟家人相處 常常會有失衡的情況 或者是覺得自己 像是蠟燭兩頭燒 要恭喜抽到三號牌 你絕對沒有這樣的困擾 彼此都可以取得 非常棒的一個平衡的 也非常的恭喜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篤霖哥 這個第二選擇 對不對 一號牌 或是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抽到一號牌的話 我們說是 你怎麼這樣 我們本來是 你怎麼不說 你幹嘛等待 你本來就很成功 等待要等待後面 對 因為其實也是 你看這張牌 其實非常好 為什麼 你看這張牌卡 這個人居然在等待 有沒有看到他面前 這個是有 非常多金幣滿滿的數 所以說呢 可能未來的這種 財富可期 事業可期 也許真的是八點檔 不想接都沒辦法 其實未來稍作等待 也許現在 這個未來一個月 可能還要再繼續的 努力一下 美好的日子就在後面了 最後我們恭喜 這個親愛的 游斧老師 選到的二號牌呢 我們說是 財神獎主 對 滿滿的 這個真的是 老師應該家裡 已經有招財米剛好 已經放好了對不對 所以真的抽到二號牌 未來一個月 財神光臨 恭喜大家 對 來好玩大放鬆 想要獲得 財庫豐收 皮修米翁組的觀眾朋友 請上面有好玩的 臉書官方粉絲頁 參加抽獎 就有機會獲得囉 好不好 謝謝老師 謝謝 也謝謝來賓 你在幹嘛 你在拜糟公嗎 感謝你的收看 祝大家平安大探戟 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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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